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乔邦国小 大六教学我最棒 各位评审们大家好 乔邦国小教学资讯科技融入教学应用团队 报告我是校长吴耀堂 这是一位从外縣市转来的学生 因为科学的压力 找不到学习的乐趣 老师看见了学生的需要 而我们学校应有的教育责任 不是应该让孩子们有效又快乐的学习 追求进步成长吗 事实上本校若是身有144人 相当于三所若是小学校 因此我们团队应用资讯 农物教学 阅读教学和预示人物的教学策略 来扩展孩子的学习视野 培养育息的关键能力 使每个汉塵具别人文的素养 此外本校虽然位于有丰木道理文化的草屯 但还是对周扎的稻田是陌生的 所以我们团队设计了 看到子长大的校本课程 透过大六教学华 接着各领域的课程 运用柯林斯业教的团队运作模式 来提升本校学生的学习力 喚起家乡的认同 行销迷失文化 接下来由我教务主任来介绍教学模式的部分 B6IA加简称大六教学火最棒 我们和课程专家领域教师 图书馆教师 决定了B6的教学步骤 教导孩子学习如何学习 这个I的部分可不是I配喔 我们利用I固为主体性的哲学观点 重视老师的指导和孩子的学习 期望换起相同的认同 同时也是因为第一年参加 视讯创新教学的关系 期望和孩子一同成长 A加则是我们的阅读理解策略 体验活动策略 以及A加的创客精神 我们透过教师A加的卓越组织 从优秀 希望让孩子从优秀到卓越 这是我们整个B6IA加的教学模式图 在进行整个活动课程之前 我们准备了四项准备活动 分别到卓越力公共资讯图书馆 科博馆 函架开辟了APP行动营 开辟了校内的开心农场 培养学生的资讯素养 展示操作 APP制作 以及行动请益认同能力 接着我们进行了主要的六大领域 以及十项的主要活动课程 进行我们乔光看到子长大的一个主要活动 这是我们整个课程的十项课程的主要的结构图 每个课程都包含了体验活动 阅读理解策略 结合了我们的专案成果 产出了海报 APP以及创客精神 以达到所设定的能力 目标 在整个课程设计之后 在专案成果的部分 每一个课程都将包含了 新制图 灾药 部落格 以及导览影片 我们透过APP做一个整合 在创客精神部分 有3D列印 Google桌游 机器稻草人 无人耕耘机 以及爵士音乐等等的 我们透过孩子在各地的发表 培养孩子关键的五星能力 喚起本土认同 在整个活动设计以及历程部分 B61定义问题 我们教室利用QR Code或学习Pi 发送任务给学生 让学生能够澄清问题 在B62寻求策略里面 我们确定了资源的范围 以列出的优先顺序 学生运用的行动载具 开启机器软体 或是Google文件共作 进行的小组讨论 B63找出资讯 可向专家、网路、图书馆、评业调查等 进行资料的取得 行动载具结合科具 作为一种资讯收取人工具 记录工具 以及棺材工具等等 在B64使用资讯里面 我们通过阅读理解、栽药资讯 学生利用行动载具 搭配新日图APP 记录资讯 在B65整合资讯里面 资讯的组织与呈现 学生利用行动载具 以及班云、学习Pi等平台 表达、分享、展示我们的统整资讯 在B66修正与评件里面 我们利用的卡户测验 录制导览作为一种 评鉴与修正的方式 将行动载具 作为摄影工具 产出导览影片 APP 以及AR的扩增实际 导览海报 在I物为主体性里面 老师及学生 学生及老师 我们彼此间 互相的相互成长 学生利用行动载具 与科技进行创意学习 因为我们一个班 有20多个人 所以我们LINE和学生进行讨论 利用ClassProject 进行班级的鼓励 利用班云做作品的讨论 以赏息 利用专案网站 做一个活动的一个记录 这是我们A加的新制图策略 利用新制图 阅读理解策略 学生利用行动载具 进行的资料 摘要品转化 右上图有三个软体 教师可以选择适合的情境 做一个适当的使用 这边是A加的体验活动部分 我们有彩绘 有密室闯 有田野观察 有餐榜 有插秧 有收割 有施肥 有密室制作 非常丰富的体验课程 我们将行动载具 作为一种活动体验的记录工具 资料搜寻工具 地图工具 以及计算机工具等等 接下来是我们A加的创课精神 是利用学习派任务 让学生进行Google DOC的脑力激荡 Google新制图共编 进行程式学习 接着发展我们创课精神的教育 这是整个我们校内软硬体的一个整合 我们虽然没有非常多的精被 但是呢 我们透过了自制的一个电子白板笔 自制约一支五十块喔 外面可是售价一支两千了 我们也自制的平板显微镜 有了惊奇的微观的一个效果 这是我们整个B6里面 每一个教学步骤里面常用的使用软体 我们在整个教学使用步骤 进行软硬体的整合 以及关键能力的一个设定 这是老师利用教育云的网路应用资源 我们自制了自制教材 以后使用的老师做一个分享 这是学生在使用网路资源所做的一个参考 我们发现在全国学历测验里面 使用资讯科技 学生的成绩反而更加进步了 我们也发现学生前后测的5C关键能力 有显著的一个进步成长 学生5C能力的进步 我们获得记者来信的肯定 家长的认同 老师的服务 以及专家的赞赏 这是每一个课程所做的一个导览灾药海报 导览灾药海报里面可藏有一个导览影片的一个小秘密 一个AR过真的一个小秘密 每一个我们利用一个总统整的一个APP 连结到十大课程的APP 希望换取我们的乡土认同 接着我们安排任务 让家长协助学生在各个地方做一个导览 我们也协助 家长没办法协助的学生 到国美馆做一个宣导 我们的专案成果 乔光敏到香亭 义卖捐款花爱心 我们将课程 课程的成果 利用我们的大爱 化作一个宣导导览的部分 让我们的义卖所得 捐赠于所需要的一个单位 这是我们科技专案成果的部分 我们将客人 以科技创客精神做一个结合 有知识评版写文信 Google桌游 无人耕耳机 教会3D列印 机器稻草人 行动爵士乐团 城市设计等等 我们利用官客以求精进 我们媒体的报导 给我们学校很大很大的鼓励 课程的扩张 具有可复制性 以及推广性 这是我们团队运作的过程 虽然我们没有太多的经费 但是不论是制服器 制式电子白板笔 我们都将经费做最有效的利用 全力资源 资讯融入教学 这是我们一个行动A加的 一个团队组织运作模式 我们的校长以第五级的行动领导 亲身的课程教学 科技的专业领导 改变我们团体心智 共创的共同愿景 接着 找对的人 决定在做什么事 感动的是 我们团队里面有快退休的老师 我们面对少子化 以及校内百分之三十 一百五十位弱势学生的残酷事实 我们以资讯教学 融入阅读理解策略 作为一个简单有效的原则 接着成立了教师专业社群 办理教师研习 办理教师观摩 强调纪律 共背共学 工作共编的一个文化 我们以资讯科技为加速器 老师以LINE群组加强沟通 以Facebook网站进行活动传达 以专丸网站进行资料整理 我们强调组织卓越 我们让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幅提升 产出非轮要重的非轮效益 这是我们有纪律的文化 我们共做了 有数十次的工作方 办理教师研习 校技研习 校技交流 教学观摩 以及协同观科等等 这是我们的校技交流 以及推广 我是刚刚所任提及一项退休的老师 虽然我的资讯素养不太好 但是教育是一种事业 在我为你骄傲的乐意努力下 乔光博小将为每位孩子埋下 B6IA加乐部体验创新的行动组织 迈向A到A加的非轮循环 在无所不在的学习中 让师山共同成长 一起随着稻香的河流继续翻跑 乔光博小 大用教学我最棒